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折辱如何守护孙家的尊严 但 但是 连尊严都守不住 就没有资格提什么霸业 不好 被伏兵包围了 已经逃不出去了 这样啊 你中计了 孙奸 居然轻易就被挑拨 你也不过是个不懂兵法的 有勇无谋之人啊 哼 无名小卒 休要出言不逊 我要砍下你的首级 杀出血路 即使在此丧命 那也是天命 我可是江东之虎 孙奸 要活得有骄傲 死得有尊严 将士们 突击 放 放箭 快放箭 根据在混战中捕获的敌将皇族所说 孙奸大人的遗体已被送到刘表镇中 去告诉刘表 我们愿用皇族 交换父亲的遗体 父亲所彰显的骄傲 如今的我 还没有能力守护 我太没用了 太懦弱了 啊 父亲 请笑话我无能吧 我孙伯父要磨练自己 尚不成熟的疗养 定要让孙家 名震中原 懊悔的孙策将孙奸的遗体安葬后 就投靠到了与刘表对抗的袁术麾下 他的心中充满了激进迸发的怒火 复兴孙家的志向 还有继承自父亲的骄傲与野心